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主席有請這個貝提名人 請呂貝提名人 請問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被提名做大法官 你覺得 應該是 他們覺得我或許在大法官這一塊 能夠 也很難看 有發揮 哪一方面能夠發揮 就在視線方面 視線 人權保障方面 人權保障 你在這方面有特殊的研究嗎 還是 基本上 所謂人權保障這件事情 我們當法官的 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做人權保障 不一定說 我們判決每一篇都要寫憲法人權保障 因為憲法人權保障的意志 絕大部分都透過法律來規定 沒關係 你認為是 大概覺得 你認為說人權保障 那我認為應該是 蔡總統是認為說 您這幾年擔任司法院秘書長 就負責所謂司法改革 而出力很多 我想大概是這方面 但是 你覺得這幾年司法改革的成效如何 成效要看什麼樣的觀點 好 那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有提醒你們 每半年要做一次民意調查 有沒有 記不記得 那最近一次的民調有嗎 其實在司法院內部做的大概都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幾到四十之間贊成 司法院 但是贊成是滿意的 滿意 滿意 這還是很不好 對 還有代價 那我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就是國內外的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就是 國內外的 國內的 世界經濟論壇就是 國內的 WEC 他這邊在2017 2018 做一個 世界各國 關於司法獨立的 調查報告 這裡面我們排得非常不好 我們排名第四十八 只獲得四點五分 跟大陸是 大陸是排第四十六名 我們居然在他後面 怎麼會這樣呢 這個這個報告你看過嗎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如果是 禁職的秘書長 你應該要關心 所有跟司法改革 司法獨立有關的 任何的評比 並虛心接受他們的評比 看看有什麼需要改進的意見 我就請你了解一下 世界經濟論壇2017 2018的各國司法獨立調查報告 請你回去研究一下 那結果當然是很不好 這是世界的評比 我們看國內的 國內 我剛剛問你 我們自己司法院大概做的 你說三十多嗎 有沒有進步 有一點啦 說實在不夠明顯 明顯 好 那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發表 這也是107年度 台灣民眾對司法犯罪滿意度的調查研究 對司法改革不滿意度高達80.9% 對法官審判的信任度只有21% 這真的是低到可憐耶 怎麼回事 您不是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嗎 這裡面跟這個議題的設定有關係 因為他那個議題主要是對治安的貢獻 其實法官的重點 治安應該是問內政部 他那個議題就是對治安跟治安貢獻連結 所以大家覺得法官好像沒有判重刑沒有判死刑 導致治安不好是不是 表示法官不公正 因為社會很期待法官重判 可是他的標題是司法改革的信任度跟不滿意度 但是他整個報告是治安的 這個報告你就看過了對不對 國內的比較報告 國外的請你去看一下他們的指標 到底我們是哪裡司法獨立出了問題 對不對 您準備要做大法官的人 對司法獨立是不是應該要很清楚 因為其他的說到底裁判是不是品質 怎麼樣我不敢說 司法獨立應該在台灣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是很獨立的 不是一個問題嗎 不是一個問題 不是 先前我們曾經在司法法治你們有提過一個案子 但是後來因為大家反對後來沒有推 本來你們要大法 那個司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 本來要說要給總統領選 你記不記得 是 對不對 那個引發了一個大家對司法獨立的爭議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特殊的現象 這是一個外國通常的通力 結果台灣不能接受 就這樣 你覺得為什麼 是信任度不足嗎 還是 因為可能整個也不了解 因為我們那樣的設計 可以講說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子 但是台灣人民就不接受 就不接受 不過你記不記得在當時 你曾經講過一句話 後來被人家反彈 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你說 為了要讓總統來圈選中審法院的法官 這樣是比較有民意基礎 認為民意基礎 然後你那個時候說過說 不然人民為什麼要把生命財產交給指揮考試的人 言下之意 就是不是總統圈選 這個制度上來的話 那些法官就是指揮考試的人 是不是這樣 跟委員特別報告 口誤啦 不是 不是口誤 因為委員你剛剛念就知道那一段 這樣念起來不順 那因為報紙也寫了 我也沒去錄音 說實在 你的原文是什麼 你自己重講一遍 好不好 不會這樣講 那你的原意是什麼 這一段 不可能 就是說 第一個 我說 不是有總統圈選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經過一定的政治任命 可以讓中審法院法官更有名利基礎 更有名利基礎 而不是說單純考試進來就可以 這個可能是這個意思 不過 因為我也尊重媒體的報導 因為我也沒去錄音 好 就這樣 但是我跟您講 其實司法要獨立 司法獨立其實跟有沒有名義基礎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啦 另外就是說總統 總統當然是有名義基礎 但是他從一群沒有名義基礎的人 就是所謂 從這個司法院考試起來擔任法官人 有名義的基礎人 從沒有名義的基礎人裡面挑選 不表示這些人就有名義基礎啊 所以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邏輯是不對的 所以 本來就不應該有名義基礎 因為你太有名義基礎 你這樣子被人家解釋什麼 你說這樣只會考試 是那個意思 如果不會只會考試 那什麼還要什麼 名義基礎是什麼 這些法官要聽從上義嗎 要聽從上義才叫有名義 因為有名義的是總統啊 司法官為什麼需要有名義 他自己不需要啊 他要獨立啊 名義不是壞事啊 就是說在各國終審法院的 法國現在是指終審法院 幾乎沒有有法院內部的人 直接就這樣一直升遷到終審 他都有一個特別的任命的程序 因為現在在大法官的提名 被提名人的審查 所以我比較虛 我不會就哪一號解釋去跟你討論 我比較想知道你對整個司法的態度 因為這個是最後很多很困難決定的事情 會送到大法官這邊來決定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概念 在我們台灣 我剛才講的司法的獨立跟信任度 是這麼差的狀況下 你不要急著引進 讓政府或者是所謂有名義基礎人 有機會參與 或者是插手司法的機會 這個在台灣是沒有這樣子的基礎 現在 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所以司法院後來 既然大家都不接受 雖然是一個各國通通利採的 大家不接受 所以後來司法院就暫時暫緩推動 比如說我知道你推的很辛苦 但是我跟你講 司法改革這幾年來並沒有太大的成效 沒有太大的成效 那委員報告 重要的法律 因為都是通過立法 但還沒有生效 現在都沒有 我們都盡量配合 可是你還是要去了解 為什麼大家還是沒有這個信任度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修的法律有沒有關聯性 還是說其實不是這個 重點不在這裡 我現在問你一件事情 大法官裡面有一個職權 比較特別 好像還沒有行使過 但是我擔心在未來會被濫用 大法官是不是有一個職權 就是針對違憲的政黨 可以宣告他解散 政黨的目的 你清楚嗎 有這個職權 那好像沒有開過這樣子的 那請問 一個政黨到底要如何違憲 政黨要做什麼事情 才有可能違憲 所以這個 就沒有辦法用想像來處理 就是個案發生 個案檢討 那你總要有個標準 你要做大法官的人 對政黨怎麼樣會違憲 都說不出個準 怎麼可以呢 因為憲法徵修條文 都很抽象 非常抽象 我就一直想不出來 政黨要怎麼樣做 做了什麼事情才能夠違憲 除了我們立法院立的法律 通過以後可能有違憲 那政黨就在那邊 你說他也有他的什麼 他有他的言論自由啊 他有他的結社自由啊 他要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叫違憲 那個秘書長 你有沒有一點概念 總有一個基準吧 因為當初修憲的時候 他用這樣的字眼 他也沒有舉例子 他可能也是一種想像 所以要碰到個案發生了 再去檢討 現在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想像 因為這個我知道 之前陸委會 曾經對 他說參加兩岸論壇的政黨 如果有參與討論 觸及到所謂一國兩制或民主協商的話 觸及到 他這樣就要給他解散 會不會太過分了一點呢 而且這個解散權是陸委會的嗎 政黨解散不是陸委會 對啊 那陸委會講這個話 是不是很奇怪嗎 誰說他有這個權利 而且為什麼他參與這個討論 這個事情就叫違憲呢 這個到底違了什麼憲呢 是不是 所以我這個擔心就是說 這個是一方 那另外一方面 萬一政黨輪替的話 對不對 也不能說你在討論台灣的前途的時候 講到一些不一樣的主張 就認為他違憲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呢 如果大家都約束說 這個政黨有在一定的範圍內 不影響國家安全的話 他是有他的言論自由或 這個結社自由的話 到底政黨要怎麼樣會違憲 我還是想不太出來 他可能違法嘛 違法可能就組織犯罪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他 他從事一些非法的行為 或 販毒 或者是暴動 或者是暴力 這是有可能 可是如果 這些是違憲一般的法律 那怎麼樣會違憲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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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你現在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做大法官喔 那另外我想請問一個你的態度 這個當然不是你的業務 你是秘書長管不到大法官的書記的業務 你的態度上面你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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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訴訟法 上次我們好不容易通過了 對不對 對 什麼時候實施 111年1月4號 111年 那麼久啊 對 那時候是三年 三年的這個日出條款 對 所以現在還是用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 審理案件法 好 我為什麼講這個呢 我發現 我發現 當然你還不是大法官 目前為止 現在在任的這一屆的大法官 好像有一個傾向 是盡量不要受理 盡量不要受理 那所以我們有給他一個 這個 諷刺啦 我說這個是一個駁回院 駁回院 比如說 之前這個花蓮縣 等六個縣市 向大法官會議申請這個年改式縣 被大法官會議駁回 他駁回是用程序上的駁回 他認為說 這個議題不是專屬地方 自治事項 要由上級來承轉 你認同這樣認定嗎 這個大法官做 有什麼事項是專屬地方 我問你 還是你直接就說 以後地方政府沒有 申請釋憲的權利 就直接講了嘛 跟委員報告 這個說在 我不便去評論大法官的決定 那我問你地方政府 到底有沒有申請釋憲的權利 地方政府原則上 依照我們現在的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的話 他是確實要經中央 確實怎麼樣 要經過中央 經過上級 不是 因為比如說 你看年改 你也知道很多案子 地方政府是第一線在接受申訴的人 那他要處理的時候 他如果認為這個案子 可能涉及憲法的爭議 他為什麼不能停止處理那些案子 然後要求釋憲 為什麼不行 這裡面有一個行政機關的特色 就是上命下從 如果下級的行政單位 動不動可以尋求 大法官解釋來 不按照行政系統的話 這行政系統可能很難運作下去 所以當初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來處理 所以你認為地方政府 就行政事項應該由中央機關來提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我說現在的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大法官做成這樣的一個 最新的法律是不是這樣規定 新的規定也是這樣 是這樣 是不是 好 那就講清楚 人家辛辛苦苦提的訴願 那個 這個 申請大法官解釋 你們就給人家駁回 還有 什麼呢 記不記得之前前瞻計畫的部分 那個時候也是不受理 那時候不受理 那時候不受理是說沒有達到那個三分之一的門檻 你記不記得我為這個還跟你吵了 argue了非常久 為什麼 因為我們根據 司法院的院長大法官 許忠立院長 他在好幾個解釋文裡面 關於受理門檻三分之一的解釋裡面 他講得很清楚 這個三分之一是不包括在場贊成的人 你只要反對的 或沒有到場表示贊成的 或者是原來贊成但是後來急著要修法 要改正他自己原來贊成的態度 但是一段時間內沒有辦法修回來的 這些人他認為都應該讓他有視線的權利 是這樣子 這個是 許忠立院長在好幾號解釋 一貫的主張 結果在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只因為某些委員在某些案子沒有案 表決跑出去抗議 抗議的態度 會比在這裡按反對弱嗎 那為什麼按照許忠立大法官的這樣子的標準 會變成突然變成不算在這三分之一裡面 所以我們新的我們 我才說要不然就要降這個門檻 然後要講清楚什麼樣的人可以 算在這四分之一 新法就不會有這些證 對不對 對我是說 那我是說這原來的這個 照解釋也可以過的 為什麼就要給人家駁回 然後另外監察院 就公教年改釋憲案 他也提出了一個這個釋憲案 也被駁回 理由是這個不是監察院適用的法律 你覺得這個道理是對的嗎 這個跟委員報告 說實在法官不便評論其他法官的裁判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職業倫理 所以 你要即將要擔任大法官的人 對這種基本的法律 為什麼不能表示意見 在個案裡面 我也在 你現在也不能改變他 你怕什麼 評論一個案件都不行 大法官會以解釋 解釋內容本身也可能違憲 你同意吧 是有 大法官有大到 比人民的意志還大嗎 憲法都會違憲 我們那個徵修憲法曾經經過宣告 對不對 有時候試過今天大家觀念改變了 也可能不合時宜對不對 是啊當然 所以我只是請你評論一下 之前已經出來 你也不可能改變他嘛 為什麼不敢評論 報告全院委員會 本日下午對司法院大法官 被提名人呂太郎尋答部分 到此為止 謝謝被提名人呂太郎先生 列席答詢 本次委員會 對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 楊會卿等四位之審查 共進行兩天 現在已完成審查 我們做以下的決議提報院會 以吳紀明投票表決 現在上會 對司法院大法官被打做了 行動 可不可 我沒有評論 太郎尋答案 不乾街